总统蔡英文今天就只满6周年 但因为本土确诊数暴增 政府的防疫政策引发了不少的反弹声浪 蔡总统的声望也反映在民调数字上 比起上个月下滑来到46.2% 而执政6年的成绩 国人则是给了及格的分数61.55分 在重大的施政当中 民众最满意的是对外关系 最不满意的是发展国产疫苗 这也凸显了现阶段如何度过疫情的危机 是当务之急 视察居家照护关怀中心了解诊疗工作的情形 总统蔡英文在第二任两周年之际 因为欧默狂病毒大流行 形成安排以防疫为重心 不过根据台湾民意 基金会最新民调有将近五成的民众 不相信政府面对这波疫情的爆发 有做好准备 而在总统的声望上 四成六的人赞同处理国家大事的方式 比不赞同多了6.7个百分点 对蔡总统就任六周年评价 总平均分数61.55分 虽然疫情严峻时刻 仍获得多数国人认同 但支持度比起过去有下滑趋势 是个警讯 蔡总统其实一直以来给予台湾人民就是一个稳扎稳打 参考的民调数字 我觉得只是给我们执政单位在疫情的过程当中 大家的一个警惕 疫情期间 美国欧洲国外的政要纷纷组团访台 拉近跟台湾的距离 蔡总统施政表现的满意排行榜 对外关系拿下第一 是大家最有感的 不过发展国产疫苗部分则是民众最不满意的 国民党召开记者会 列出一长串的民怨项目 批在政府的成绩不及格 指引乱 纾困乱 停课乱 保单乱 民心乱 哪一点不是因为没有准备好 没有超前部署 所以贸然开放而隐身的乱象 就16周年 不管内政 经济或外交都有待解决的问题 疫情下的520如何挺过难关 是当务之急 记者向彼 夏卫生台北报导 谢谢大家